娱乐焦点要带您关心到 不老男神林志颖 在去年7月发生了很严重的车祸 经过多日的附件 在6号的时候他出席了公益活动 那么这也是他在车祸之后 首次在台湾公开亮相 他也提到说 本来以为自己只要半年时间就可以康复 但是呢到现在只好了6到7成 包括举起右手的时候压长臂会疼痛 还有体力是明显的不如以往 不过呢他也自我打气 相信自己一定会慢慢的好起来 第一个你要拼什么 住 棒棒 对 再来这个呢 带着小朋友完成拼字游戏 父老男神林志颖 现身公益券目活动 这也是他去年7月发生严重自撞车祸后 首次在台湾公开亮相 事隔一年再复出 完全看不出他曾在鬼门关前走一回 但他坦言其实只康复了6、7成 我以为半年就可以好了 没想到现在一年 一年多了 右手目前就是能到这里 对 他的力量还没有完成 如果今天是造成小孩子有任何状况 我想我是绝对是不允许接受的 谈到去年那场意外 林志颖难掩心中自责 他日前登上中国综艺节目 也自曝从鼻子到下巴的部位 全部经过手术重建 脸上锁了多达20几个钛合金骨钉 手臂也直入11只骨钉固定 回首过去这一年漫长的附建之路 最感谢的是家人和粉丝的相伴支持 林志颖透露意外发生后前两个礼拜 也拾起勇气走出意外留下的阴影 记者桃轩雨淋雨 泰伯洞